新的一年位在中山區中山二路分隔島上的裝飾板突然掉落在路上 当地民眾发现危险后立刻通报市议员失伪症前往处理 我们在有接获民众跟我们讲 就是在我们中山二路我们的这个基隆港务消防队的斜对面 我们中山一二路的中央分隔岛的布置 它这个发生这个铁片掉落的意外 那当时在路上路面上面那个用路都说很危险 因为它那个铁块掉在地上的话 如果车子过去 如果是汽车压过些单车火车摩托车的话 可能会造成人家受伤 那希望我们交通处以及有关单位 可以尽快来把这个地方移除 造成不要造成用路人的安全上的问题 那也感谢来跟我们通报的朋友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是暂时先将它先移动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移动 如果没有的话 要麻烦我们相关的工程单位赶快把它复原 或者是麻烦也让这个障碍物 不要再造成人家通行的困扰 市委政和助理立刻先行把掉落在路上的装饰板 移到安全地点 并且通报相关单位前来做后续处理 避免造成意外事故发生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落到软辑